此外 持续的强降雨还导致大连部分低洼区的居民和海岛游客安全受到影响 部分水库蓄水量快速增长 对此 大连启动应急措施紧急转移安置居民游客 有序泄洪易洪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大连市东港商务区锦陵海岸再建工地众多 为确保人身安全 8月12号晚 中山区连夜紧急组织近千名工人 从工棚转移到东港第一 第三小学临时安置点 我们配置了相应的食品和水 保证他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开放了东港小学的礼堂和所有的教室 尽量保证农民工有地方休息 为防止游客滞留海岛 从8月11号上午起 长海线对游客要求指出不进 同时向已经登岛的游客逐一发送提醒信息 各港口码头则开足运离 全力输送游客出岛 确保安全 除了转移居民和游客 强降雨还使得九龙水库蓄水量暴涨 最高水位已达到近39米 超过警戒水位 8月12号上午8点 在确保水库及下游安全的前提下 九龙水库开闸泄洪